经济热点 凸显融合发展成效是本届论坛的特点 第二次参加海峡论坛的台商林天良表示 以海峡论坛为代表 大陆积极引导支持台胞 参与十四五规划实施 融入新发展格局 参与高质量发展 使台商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台胞李佩真在大陆工作九年 一直奔波于福建的乡村古厕 先后带领四十多位台胞到乡村做服务工作 他表示 大陆的土地深深吸引着他 虽然在大陆工作受到了来自岛内的压力 但他愿意留在大陆扎根基层 服务乡村 论坛大会上 来自两岸的青年歌手 也共同演唱了由两岸音乐人携手创作的歌曲 表达了两岸人民歌不断的血缘与历史文化联系 以及两岸青年一起努力奋斗的决心